而再来是意外消息 花莲市重庆路250巷的田头新村 28号晚间9点多传出了火警意外 由于巷弄内全都是联动铁皮平房 大火是迅速的烟烧开来 消防人员货报之后是立即到了现场 拉水线来全力灌旧 幸好火警发生时住户都已经逃出 而消防人员也很快的控制住了火事 但也有四户遭助容烧审 起火原因和踩损也正在调查中 大火在铁皮屋里焖烧火蛇及浓烟 不断从门窗窜出 到场的消防人员 从前后两端缤纷二路进行灭火 并以电锯将屋后的铁丝围离及后门锯开后 随即朝屋内涉水灭火 但由于火势猛烈 消防人员也动用怪手来破坏二楼的铁皮 集中水力来涉水 最后才将火势很快收到控制 花莲消防局第一大队长朱哲明表示 消防人员货爆后赶底现场 大火已经开始延烧 出估有两户全毁 两户受到烟水损害 燃烧面积 踩损以及起火原因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那我们大概在晚上的9点20分左右 接获到在花莲市从迁入250巷这边有一个火警 一次有人受困 那我们立即派遣了辖区 包含花莲 智强 人里跟特殊大队四个单位 现场做出抢救 那到达巷的时候 250巷内的移动民宅已经全面燃烧 那我们随即进入做灭火及救援的动作 那大概20分钟左右火势已经控制 截至目前为止火势扑面并没有人员伤亡 那我们目前还在清点它的财损状况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